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扫码支付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 现在很多人买东西都不用钱包 甚至信用卡也免了 目前在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 和腾讯金融的微信支付 是中国消费使用的两大平台 根据美国调研公司Forest的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的市场规模达5.5万亿美元 是美国的近50倍 预计在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 将会超过美国市场的100倍 既然移动支付这么的便利 为什么在国外没有普及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我觉得移动支付 它并不是说技术有多先进 但是说在中国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国情下面 它可以比较普遍使用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移动支付让我们生活更方便 现在中国就在打造它叫无现金社会 就是这个移动支付高速发展 就是不提倡用现金 在中国国家控制银行 而国有银行作为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在移动支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现在整个央行已经开始实施了 它已经成立专门一间公司 希望要求他们这两家公司的 统一在一个结算平台里面 它在那个结算平台里面 他们肯定要控股 这两家公司大概占了 每家大概占了10%左右的股份 它可以讲说是为了保证 公众的这种安全 实际上它也可以更有利于 掌控整个社会的所有的资金流向 说白了就是国家把马云或马化腾 以及四大银行的负责人 召集在一起开个会 这事就办成了 而在美国 手机支付难以普及的原因就是法律 国家不可能垄断银行业 另外中国便利的移动支付 是否有健全的法规来保护消费者呢 我发现说对于用户 使用者的资金安全 这种保障数非常弱 那有些现在已经曝光很多 就是一些骗局什么钱只要划走了 连警方都报警 警方都找不到那个 比如说那个微信账号 背后持有人是谁找不到 所以这里面隐患是非常非常多 而在美国如果发生信用卡被盗刷 责任全部由信用卡公司 或商品公司负责 试想一下 如果今天您的微信账号被盗 您去找微信负责 微信干吗 这个移动支付越发达的地方 说明它的金融系统发展的是更 更有待发展 更不完善 中国的信用卡制度非常不成熟 存在诚信危机 取款机少 假钞猖狂等 因此在发展中 直接跳过信用卡科技 希望透过移动支付 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而在美国 信用卡已经有了 成熟完善的金融体系 并且人们对这个社会制度是放心的 您觉得有哪些隐患呢 比如说微信也好 支付宝也好 第三方后台 它背后用一个大数据系统在分析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我认为 就是一定要有选择权很重要 你可以选择破试机也好 或者选择现金也好 或者选择移动支付 一定要有选择权 仔细想一想 扫一扫 这个简单的动作 实际上是暗藏玄机 你几点出门 去了哪里 吃了什么 买了什么 所有的生活细节和轨迹 都被支付软件记录了下来 而又是谁在后台 监管这一切呢 我们在享受移动支付 带给生活便利的同时 如何取其力而避其短 如何来保护公民的隐私 这些都将是移动支付行业和政府 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